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内部的血水和杂质都没有洗干净 而且猪肉放在肉身上的血水还会招来小虫子 这样容易使猪肉表面附着葱卵 准备一个棚 放点食盐和白醋 面粉 最后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 搅动一下 接着把猪肉放进去 搓洗一下 食盐可以起到沙尖消毒的作用 白醋软化肉质的同时还能取心 面粉可以吸附猪肉表面的杂质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可以让猪肉洗得非常干净 清洗猪肉的水温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直接用冷水猪肉表面的油脂就会凝固 这样一来 杂质更加的难洗干净 如果用开水一烫 肉质也会收紧 血水无法释出 烹饪的时候越煮越老 所以清洗猪肉的时候一定要温水 接下来放入水中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把猪肉取出来 换一盆清水 再次轻轻的给它搓洗一遍 猪肉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不管是内部的血水 还是表面的杂质 猪肉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就可以放心的烹饪了 本期清洗猪肉的小妙招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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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